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今天非常高興的證明 林局長跟局長同事,還有議員的證明 我手上,我是一個自貿證人家的家長 我在 我是一個殘障小孩的家長 我手上這份報紙是5月9號母親節的前一天 英文報的頭版投票 這個是一個殘障的媽媽帶著小孩子去撞火車的新聞 我不知道有多少現場多少人還記得這件事情 今年的3月16號,也3月十幾號 也正在我們這個會議開的前後幾天 台北市也有一個新聞,叫做一個腦殘的小孩的爸爸 因為照顧得太辛苦了,他跟他兒子說 爸爸很累,阿嬤也很累,哭哭也很累 我們把你殺了好不好 可是他把他兒子殺了 這個新聞,當時 奧巴西新聞,李倩永新聞太紅了 只談話一切就過了 剛才我們有幾位家長過來 想要去看看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裡爭取 許局長跟林局長給我們 射清張愛家更多的關注 那因為他們趕回去台東 剛才已經坐活人走 其中有一個家長,鄭文正老師 他帶著他的35歲的自立症的兒子 剛才就坐在那邊 我還來不及請他留下來 因為我希望能夠發言給大家 尤其是局長還有議員都在現場 這個機會我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要發言 那我的小孩子上上禮拜 才被社區差點趕出社區 我要在這裡想要訴求的 媒體站、議員站 是不是在這樣一個國愛院的未來開發案裡面 把身心障礙的比例能夠增加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居住的社區 一個友善的社區 剛才那位爸爸 在4月27號的時候到衛部部去陳情 他告訴我說 三十多年前 他兒子開始 他去奔走成立這個自閉症基金會的時候 當時這樣的事情 政府,尤其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首善之區的一個政府 就已經糟糕了 說我們要努力為產障弱勢團體去努力 三十多年到現在仍然是永不 這三十多年來,鄭老師 你就是剛才那位爸爸 他說 每年每個月都有這樣的新聞 這三十多年來 至少一百多件這樣的社會新聞 出現在報紙裡面 但是受到的關注非常上 所以我在這裡提出 更好的這個機會 請區長這些社區 剛才聽到民居長 甚至剛才的民居長先生 也都告訴我說 希望政府能夠規劃 找人福利 身心障礙 障礙 長照法能夠落實 那 能通過承認的機制 都不會被社區 我在這裡 就這個表達 希望能夠政府 聽到我們的聲音 聽到我們殘障弱勢者 有下歸不得 或者是 沒有一個可以的 照顧的地方 讓我們活下去 我們除了呼數 是不是更應該要呼人 謝謝 不過我一定要回應這個事情 到很多地方去 我都知道說這個 或是剛剛所說的這個 身心障礙者 或是這個自閉症 或是我們講很多 老人或小孩 很多都沒有地方去 這個是我念知在知的事情 那當然這都有一些 怎麼跟社區能夠融合在一起 所以也就是說今天在 無論是在很多地方的開發上 我都很堅持說 社會福利的這個設施 我們一定要去爭取這樣的設施 因為我們都會用得到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剛剛聯局長也有說這個 獨法局欺負社會局 這個是報紙的標題 但是其實沒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未來 這塊基地裡面 還是要住人 對人要住的舒服 人要住的有尊嚴 包括說人要有地方去 這個都是我們所考慮的 這個很多的平衡中間的一個抉擇 所以我想 在廣時的這個開發案上面 這件事情 站在社會局的立場 一定會讓未來使用社福設施 無論是我們社區的居民 台北市使用社福設施的居民 要能夠住的有尊嚴 要能夠有地方去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整個 舊社會局的立場 來考慮這個開發案 那也跟這個獨法局這邊 還有這個其實 包括陳議員 其實在地方上都 真的相當的提議大家來爭取 這個我是一定要講的這個事情 那所以我想 今天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我就很難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 腦麻的或案子 或是這個台東 台東的這個撞火車 其實我都很難過 那所以我一念自在自說 我剛剛講的 社福設施裡面的人 要住的舒服 有尊嚴 有地方去 這個是我一直很堅持的地方 這個如果有些什麼 我們再留下來聊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謝謝謝謝